我自己先把這一個 倩先阻斷了 所以我現在完全沒有 任何的異性朋友 斷斷桃花的感覺 有點害怕 那個倩就告訴我 草木也是一種美 我們翻譯開一下就說 這個就是叫你 席卷桃色風暴異性朋友歸零 妮瑄被開示不要找太衰的 其實我那時候錄第二集 我就哭了耶 那後來訪問的時候 壓力深大 前樂天女孩妮瑄 去年12月離開啦啦隊 專政三立全明星辯論會 在桃子姐節目等固定班底 真的不好混啊 我其實一開始看到桃子姐 很緊張耶 因為桃子姐就是一個 在我的心目中 是一個很上面的人 你知道嗎 女神 對 她已經超越女神了耶 可是後來我發現 桃子姐真的很 她其實沒有我想像中 這麼有距離感 轉換跑道主持的妮瑄 對於當初跟球員 成成為的感情風波 坦言還沒走出來 歷經感情教訓 也有一番新領悟啦 妳會很後悔離開嗎 就與其說後悔 不如說是 不捨吧 我前面其實 真的會抽不出來啦 因為我在那裡十年耶 妳本來有預計想說幾歲才要畢業嗎 如果我現在還在繼續跳的話 我原本是預計明年耶 提前了兩年 但是現在我反而會轉念 就是覺得 也要當作是一種慶幸 否則我不會有現在新的這一條路 所以現在的狀態是最好的狀態 我覺得還不是耶 我希望我之後的狀態是可以 完完全全的做一個慶幸的自己 已經離開低潮 最低潮的感覺了啦 但是還沒有到非常的 走出來 其實我也是最近才發現這一次 我本來以為我走出來 是媒體還是追蹤著很多 棒球圈的人 大家這樣每天在 做我之前一如往常在做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可能突然夜深人靜滑照的時候 還是會很感慨這樣 應該是一個人才會這樣子 喔對啊 對 如果一忙的話 應該如果就撥個這種 的心情 對 那經紀人跟他幫我工作填滿 那 感情有沒有趕快呢 這一趟去日本 我們就有去一個 它叫白兔神社 就是在那個地方 非常指標性的 求姻緣的神社 那個簽就告訴我 草木也是一種 美 我們翻譯開它就說 這個就是叫你 胡適一點 不要走太帥的 這些設備有任何 還不錯的可以發展 沒有 巴士真的沒有 我覺得那是一個 磁場問題 我自己先把這一個 器人先組裝 所以我現在完全沒有 任何的異性朋友 我現在也覺得我沒有想要跟異性 太 過密集 講一段好話的感覺 有點害怕 所以有沒有人幫你介紹 我都會說不用啊 就好麻煩 真的 所以你的責任何件 有因為低潮的事情有改變嗎 我上次就開個問答什麼的 大家就會說 那接下來責任何條件是什麼 他們就說 就是不要有奇怪個性的 你說恐怖性的 之類的 結果我朋友就說 你 到底 都找些什麼人 當你男朋友嗎 你可不可以把你挑食物的眼光 拿一點給 挑男人啊 因為我對吃很講究 變人的能力 因為我之前太感覺派了 之後交友我會選擇 有靈性一定 觀察期給他拉到最長 多長就多長 可以撐過那觀察期的男生還在 就代表他真的 真愛 可以吧 你會不會是 真愛的人就像你 不會吧 不會 我就很希望我將來 如果真的遇到命定的人的時候 我很希望可以像其他人一樣 就是直接 讓大家知道 然後分享喜願 然後就可以公開放閃這樣 首先要有真愛